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综合性题目 综合题目还是从后往前看 先来看其他的相关资料 说假定上述业务涉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均已通过发票服务平台勾选确认抵扣 就是尽项都能抵 除题目特别说明以外 上述业务假公司均采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 没说的就都是一般计税 要求问我们业务一当月应该预缴的增值税 然后业务二它的税务处理怎么样正确 你看啊 先稍微扫一下 说他预缴多少增值税成建税 能抵多少进项税 然后销项税是多少 一看业务二应该是挺复杂的 咱们要多思索一些问题 然后业务三应该预缴的税 业务四的销项 然后业务五预缴的 然后这个六呢 就是假公司啊 当月应该向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 实际申报的增值税 你看前头都已经有那么多的预缴了 是吧 这儿再来一个机构所在地纳税 那肯定我们在机构这儿 正常算了税之后 要减掉预缴的那些个税块 是吧 剩下的交到机构这儿 所以这样的这个处理的规则 咱们要很熟悉才行 好那一共六个问题 我们来梳理一下 说是位于某省市区的一家建筑企业甲 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二年七月发生了一些具体业务 你看我们是在市区 那承建税税率是7% 第一个说在机构所在地 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建筑服务 当月收到了预收款1400万 支付了含税的分包款150万 该建筑工程尚未开工 注意啊 对于大题咱分析的时候 不要着急 一点点的来思考 看看他任何的一个提示 有没有对我们的这个解答 造成一些影响 他说在机构所在地 提供建筑服务 是预收款方式 那这个需不需要预缴呢 注意咱们说建筑服务里边 预缴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由于地点导致的 我这个机构所在地在这 然后我到外地去给提供建筑服务了 那这种情形下 需要在建筑服务发生地去预缴 还有一种就是时间而导致的预缴 就是我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建筑服务 活还没干呢 我已经提前收到钱了 那这个时候 其实建筑服务 并没有真正的产生纳税义务 可是钱毕竟到手了 咱们税务这还是要求你先预缴一个税款的 所以这应该是要预缴税款 预缴税款交到哪呢 就是交到机构所在地 在本地来预缴好了 那预缴怎么来算 这个地方要特别的关注 预缴的算法就是差额 对于建筑服务来说 不管你是一般计税还是简易计税 他一律差额预缴 用总包款减去分包款来算 好这事呢 基本功 你如果还没有印象 还是挺糊涂的 那就赶紧回去翻一翻之前的这个讲义去写一写 填一填空去练习一下 好这事总包款减去分包款 也就是我们收到的预收款1400 减去分包出去的150 然后接着要价税分离 价税分离这是用税率或者征收率的 取决于你这个业务到底是怎么计税的 咱们刚才提示里已经说了 没有特别说明的都是一般计税 说明这个业务是一般计税 那就除1.09 如果是减易计税项目 他这就除1.03 然后接着 这个预征率是多少 被口诀呗 房企转让都是3 其他转让都是5 建筑用2.03 租赁用3.05 建筑用2.03 也就是一般计税方式下 咱们用2%的预征率 减易计税用3% 好那这个预缴的公式咱就列出来了 自己算一算好了 这是要预缴的这个税款 然后接着 这事还没完 大家还得想 说我在机构这预缴了这个税款 那我什么时候去申报纳税 什么时候它真的产生纳税义务 注意活得干了 根据你的工程进度所结算的那部分的建筑服务的款项 它才产生纳税义务 所以这工程尚未开工 其实你没有纳税义务 好吧 你先把这个税款预缴了 等什么时候你这个项目真的产生了纳税义务了 它那时候再去算税 算的那个税就可以把你之前预缴过的这个给减了 但工程只要它不开工 它就没有真的产生纳税义务 那你就不能去算税 也就不能去把预缴的税给减掉 好这是有益的处理 然后接着再来看第二个 说在A省某县承建了一栋写字楼 一看咱们也在这个某省 他没说是哪个省 是某省市区 现在跑A省某县去承建写字楼了 那肯定就是跨省了呗 是吧 跨省了 那就是这个异地来做这个建筑工程了 那是不是又要去预缴呀 没错啊 咱们跨地区的建筑服务要在建筑服务发生地预缴 那接着咱们再找一些关键数据好了 说按照工程进度及合同约定 本月取得含税金额3000万 并且开举了增值税专票 甲公司将部分业务分包给当地的一家建筑企业 签订合同后 这个当地建筑企业以内部授权方式 将该业务分包给了这个集团内的某小规模纳事人施工 由该小规模纳事人直接和甲公司结算工程价款 那本月甲公司向小规模纳事人支付含税分包款是1200万 取得小规模纳事人开具的这个增值税专票 咱们这个业务其实就是到外地去给建设一个写字楼的项目 然后有总包有分包 那我们还是要从这个预缴的角度先来看 它这个项目到底应该预缴多少税款 跟刚才一样 咱们建筑服务一律差额预缴 所以是总包款减去分包款 这个金额都是含税金额 所以可以拿过来直接用 3000减去分包出去的1200 然后价税分离 这个地方有没有说什么减一计税啊 并没有 那应该还是一般计税项目 所以这应该是除上1.09 然后预争的比率呢 还是2%是吧 建筑用23嘛 一般计税就是2% 然后接着再来考虑 说我们这个分包出去的这块 分包出去这块 它不是说直接跟咱们签合同的那个企业来执行的 而是由集团内部的别的企业来做的 那这个别的企业来做这事 行不行啊 谁是增值税纳税人呀 注意咱们之前在讲增值税纳税人的时候 特别提到过 说这个集团啊 比如说 A和B签了这个合同 A要给B干活 但是A呢 他没有干活 他把这个活交给了他 集团里的成员企业A1来干 有A1跟这个B来干活 然后结算款项开发票 那这种情况下 A1也就是第三方 他是那个增值税的纳税人 那B从A1那儿拿到的增值税的专票 照样也可以做金项抵扣 所以还是实质重于形势嘛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啊 这个分包业务授权给集团内的某小规模纳税人施工 那这个小规模纳税人就变成了分包业务的 这个增值税的纳税人 他跟假公司结算工程款 然后给开票 那么假公司还是可以正常做金项抵扣的 这个可以的 然后接着我们再分析啊 这个地方预缴多少税款已经有了 然后再想 他有没有产生真正的纳税义务啊 产生了 因为他活都干了嘛 是吧 按照工程进度级合同约定 咱们是取得了这个含税的金额3000万 开了专票 好 那纳税义务产生了 在这儿我们应该在机构这儿怎么交税呢 正常申报纳税的时候 我们要算肖像 然后顶进项是吧 因为它是一般计税嘛 那肖像 含税金额是3000万 那就除上1.09 增上9% 好了 然后进项呢 进项注意 咱们是向小规模纳税人支付的 分包款1200万 那就除上1.03 3 增上3% 好了 注意这块啊 有听说 小规模纳税人 那我们是不是要享受什么 阶段性的税收优惠啊 确实是有阶段性的税收优惠 可是在这儿啊 他取得的是小规模纳税人 自行开着增值税专票 是吧 12年7月开的专票 我们认为他就放弃了那个 3%征收率免税的这个优惠 那开了3%的专票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公司来说 就可以做镜像抵扣咯了 那当然你说我们这个业务 算肖像 算镜像 肖像减镜像 就是我们最终在机构这儿 应该拿的税吗 哎不是的 你最终是不是还要把这个 在外地 预缴的税款给减了 剩下的部分才应该交到机构这儿呀 就千万别漏掉哈 预缴过的 我在机构这儿 就不用再交一回了 好 这是业务2的这个处理 然后接着再判业务3 说在B省某市 又是外地是吧 刚才是A省某县 现在是B省某市 承接了一个桥梁建造业务 该业务为架工工程 加工司选择了减一击税方法击税 这儿可是明确说了减一击税了 因为青包工 架工工程和老项目 才是可以选择减一击税的 说本月收到了 含税金额4000万 并开了增值税普通发票 将业务进行了分包 本月支付了含税分包款1500万 取得了分包商开的增值税股票 那马上来想 这个业务要不要预缴税款呀 要的 因为还是做的外地的业务嘛 是吧 要在建筑服务发生地去预缴税款的 那预缴的基数还是差额呀 一律是总包款 减去分包款 这个金额都是含税的 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另外我们这儿是减一击税了 那价值分离就不能除1.09了 而是除1.03 好 然后那个预征率呢 建筑用23 一般击税是用2 减一击税是用3 所以这预缴的是这么多 好 那接着 申报怎么办 真正申报纳税的时候 在机构这儿注意 咱们减一击税也是差额来进行计算的 也是这个总包款 减去分包款 然后除上1.03 增上3%来寄税的 那这个时候我申报的税和预缴的税是不是一模一样啊 所以最后我还需要在机构这儿交税吗 那不需要了 因为申报的税减去预缴的税结果就成了零了嘛 好 所以这块咱们也要去关注一下哈 它是这么来操作的 所以B省某市的这个业务全部都在外地预缴了 机构这申报 然后减去预缴就是零 接着再看 这个第四个资料 说出租本地新建的一处仓库 取得含税租金收入50万 同时向乘租方收去了管理费6万 来这个是出租不动产哈 出租不动产是本地的 那当然就不需要预缴 直接申报纳税好了 在机构这来交哈 那含税租金收入50万 还收了一个管理费6万 这算什么呀 那就是价外费用咯 所以全部价管和价外费用 都应该拿过来计税 那没有特别说法 就是一般计税咯 那就除上1.09 乘上9% 这是我们的肖像税 再来看第五个 说整体出售一栋 位于C省某市的酒店市公寓 这个又是外地的 这个不动产出售 那是不是需要在不动产所在地预缴税款 然后在机构这再申报呀 好 所以来看看他怎么预缴啊 说这个总价款是 16500万 也就1亿6500万 该公寓楼是16年6月够进的 用于经营的 那取得的增值是专票上 注明金额啊 是1亿1000万 然后税额是 1210万 下税合计啊 数也告诉我们了 然后接着来想一下哈 这个转让不动产的业务 应该怎么去预缴 回顾 我们之前说啊 这个转让不动产 算是最特殊的了哈 只要不是房企的 这个项目销售啊 那其他的转让不动产 咱们在预缴的时候 那个基数是全额或者差额 关键看你是自鉴 还是非自鉴的 只要你是自鉴的 那就全额预缴 只要是非自鉴的 那就差额预缴好了 差额预缴怎么差呀 就是卖价减买价嘛 卖价买价都用含税金额 因为这总价款 也是含税的嘛 那我们拿过来 16500 然后减去买价 这买价也得含税 你不能把不含税的放这 要不然他们就不配比了 所以减去价税合计金额 12210 这样卖价减买价 用差额来作为预缴的基数 然后接着后半截 不管是自鉴的 还是非自鉴的 不管你是一般计税 还是减一计税的项目 它通通都是一样的 都是除1.05乘5% 也就是预征率都是5% 因为房企转让都是3 其他转让都是5嘛 并且它价税分离 固定是用1.05 绝不用税率的 这是一般的国动产 转让它的预缴的规则 最主要就是看 是自鉴还是非自鉴 好 那这样预缴的问题 处理完了 接着再来看申报 那申报纳税的时候怎么办 那我要考虑 这个是16年6月购进的 一个房子 那当时买的时候 是取得了专票 是正常抵了镜像的 那现在我给它卖掉 是不是就算肖像好了 正常算肖像好了 那肖像呢就是 拿16500除上1.09乘上9% 因为是一般计税 所以我用的是税率 这样算肖像 然后那个镜像还要不要再抵啊 注意镜像 你是16年6月买的 所以它当时已经做了镜像抵扣了 你现在可别再抵一回镜像 不能抵了 但是最后你整体这个机构这算税的时候 是要把这个预缴的税款给它减掉的 好吧 这是咱们强调的这个每一个业务里边 需要关注的问题 那接着咱们来梳理一下 首先这里边问到业务一应该预缴的增值税 业务一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这个预收款方式提供建筑服务 对于建筑服务 永远差额预缴 加税分离 预征率 这个比较简单 并且它没有产生纳税义务 所以它真正在机构这儿是不用去算税的 等它什么时候这个活干了 才会产生纳税义务 然后才可以把预缴的税款给减了 所以你业务一预缴的税款 在我们这个机构所在地这儿算税的时候 当月是不能减掉的 因为活没干 然后接着 说针对业务二的税务处理 说法正确的 它应该预缴多少增值税 注意啊 在这儿 业务二预缴的增值税 也是差额 除1.09 然后就乘上2% 预缴这么多 那承建税怎么办 注意啊 承建税是这样 它是随着你的这个两税来交的 在两税的纳税地来交 用的是两税所在地的这个税率 你在预缴地交这么多的增值税 那对应着以这个增值税为基数 用预缴地的承建税税率 来交承建税 所以你到A省的某县去承建了写字楼 那用的就是县城的承建税税率 就是5%了 好 这是它的特色 好 另外就是我们这儿能不能抵进项 没问题是吧 因为集团内的这个小规模纳税人 他就是实际的增值税纳税人 我们从他这儿拿到的这个专票 也是可以正常做进项抵扣的 所以允许抵扣的进项是这么多 好 然后肖项呢 肖项就是总包款来计算的肖项 分包款是可以正常比进项的 然后用肖项减进项 算出来我们的机构这儿 那个税额以后 再减去预缴过的税额 剩下的才是我们实际要缴纳的这个税额 就本业务来说 应该是这样 咱们自己去对着答案 来看一看 好 另外其他的预缴税款和肖项 什么这个计算 咱们已经都说过了 不都说了 在这儿自己去看 另外还需要再去特别的关注一下 就是最后我们在整合这个 在机构所在地 实际应该申报缴纳的增值税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有所遗漏啊 你把你在机构这正常申报的 各种什么肖项 镜项 还有什么减一级税的税额 都拿过来 然后再去减掉我们允许抵扣的镜项啊 减去一些这个预缴的税款 好了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业务一由于他还没有产生纳税义务 所以业务一预缴过的那个税款 他是不能在我申报纳税的时候 给他减掉的 什么时候他产生了纳税义务 他那时候计税 才能够把他预缴的税款给减掉 这个是特别容易出错的 题目里其他的信息比较多 比较凌乱哈 你自己动手算一算 然后再看看 到底有没有出问题 那个问题出在哪 是概念没有搞清 还是说这个马虎做错了哈 这个事儿 咱们一定要去给他分清楚 接着再来看一个综合题目 这个综合题目还是从后往前看哈 它的信息量也是比较大的 其他相关资料里告诉我们 说进口3D打印机的 关税税率是20% 然后进口业务 当月取得海关进口增值税 专用缴款书 也就是进口的东西拿到了凭证 符合规定可以做进项抵扣 相应的进项 咱们都是正常抵扣的 他问到 业务6应该缴的增值税 业务7应该在外省预缴的增值税 然后业务8在海关应缴的增值税 然后业务9不得抵扣的进项 另外最后一个 就是当月假公司应向机构所在地 税务机关缴纳的增值税额 这些都是计算性的问题 而那个文字描述的问题 咱们现在不多说 等你把所有的资料都梳理完了 那这个题目自然就解答了 好来一起分析 说位于市区的假公司 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呈建设税率7% 主要从事广告会展咨询业务 二年二月的经营业务楼下 先是销售了一批物产的装饰品 取得含税收入1130万 因为购货方在短期内付款给了5%的现金折扣 实际收取了1073.5万 注意啊 现金折扣也就是由于提前付款而给的折扣 允不允许从销售额里扣减呀 是不行的 所以在这儿我们的销项就是拿 未扣出折扣的那个1130来做基数 除上1.13乘上13% 进行计算的 好 这是考虑那个折扣物折让的那个处理呢 好 再看第二个 说向境外客户提供完全在境外消费的咨询服务 取得全部收入50万 那这个业务 咱们一看完全在境外消费 这不就是服务的出口吗 是吧 那服务出口 人家列明的那些情形是又免又退 而这咨询服务呢 没在里头列明 那它的出口呢 就是只免不退 所以这事儿它是免税的 然后接着第三个 向客户提供在境内的会展服务 取得含税收入159万 那就正常算肖像呗 那159是含税的 那除上1.06乘上6% 然后接着第四个 将一栋购于2010年的 位于本地的办公楼对外出租 由于是在本地嘛 所以不需要在外地去预缴什么税款 直接交到本地就行了 说预收了全年的租金 含税收入84万 单业务选择减一计税方法 激增值税 那减一计税直接算出来的就是税额 那税额呢 就是拿我们的这个含税的租金收入 来做基数 去除上1.05乘上5% 好了 它不是什么个人出租住房 所以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就是5%的征收率来算 接着第五个 说购买金融机构发行的非宝本的理财产品 取得收益300万 取得银行存款利息收入2万 那一看到银行存款利息 马上想到这个存款不争贷款不敌 也就是说存款利息根本它就不属于征税范围 它是不征税的啊 根本就是在圈外 而这个非宝本理财产品的收益呢 注意它也是不征税的 因为理财产品如果是固定收益 什么宝本的那种 它是取得收益 要按照金融服务贷款服务 那个利息来寄税的 但是这种非宝本的是不用交增值税的 都是圈外人啊 再看第六个 说处置一台使用过的大型打印设备 取得含蓄收入5.15万 该设备购置时不得抵扣 且未抵扣进项税 已经按照购买方的要求 开具了增值税专票 哎 来想 这是一般纳税人 处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对吧 那要看一看它没抵过进项咯 如果它原来买的时候抵过进项 那现在卖的时候就应该正常算肖像 如果买的时候不得抵扣 且未抵扣进项 那卖的时候就3%减按2%来计税好了 好 但是注意 享受这样的减税优惠政策 是只能开普票的 开不了专票 那如果你想开专票 就得放弃减税 所以你看 这个题目你说了 已经按要求开了专票 那是不是说明 我们肯定放弃了减税啊 就按照3%正常计税了 好 所以这个业务6里头 隐含着一个放弃减税的这个形形 那拿过来5.15是含税金额 除上1.03乘上3%来计税好了 好 这是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过进项的固定资产 放弃减税的操作 但他如果没说啊 我们拍了专票 那就默认享受了减税 就是3% 减按2%了 好 再看第七个 说转让位于外省的一处厂房 是在外省 所以是不是要在外地啊 这个不动产所在地预缴税款呀 说取得含税金额930万 该厂房是10年购入的 购房发票 注明价款是300万 该业务选择减益方法 即征增值税 好 那先来看我们预缴多少税款吧 这个是不动产转让业务 预缴税款呢 咱们后半截都是一样的是吧 都是除上1.05乘上5% 关键是预缴的基数 是全额还是差额 这要看是自建还是非自建的 如果是自建的房子 咱就全额预缴 非自建的就差额预缴 好 那这儿显然就是非自建嘛 那就差额好了 930减去300 然后除上1.05乘上5% 好 这是预缴税款 然后接着我们在机构这儿 又该怎么去交税呢 在机构这儿交税的时候 也就是真正申报纳税的时候 它由于是减益集税嘛 那减益集税 应该增钱 这个购进的房子 当时是没有抵过镜像的 那现在我给卖掉减益集税 减益集税情况下 它也是差额集税 也是930减去300 然后去除上1.05乘上5% 那又出现了这种状况 就是我们在机构这儿申报纳税的算法 跟在外地预缴的算法一模一样 那也就是说 所有的税款我都在外地预缴过了 在机构这儿还用交税吗 申报的税款减去预缴支款 结果就是零了 在机构这儿就这个业务就不用纳税了 全部在外地交了 接着看第八个 说进口一台高端的3D打印机 用于制作会展用品 境外成交价格 折合人民币180万 境外运至我国境内输入地点 企业前的运费是20万 保险费无法确定 这是让我们找什么呀 当然是找关税完税价格了 是吧 那关税完税价格 对于进口来说 是以成交价格为基础 然后加上境外运到我国境内输入地点 企业前的运费和保险费来确定的 也就是成交价加上境外段的运报杂费 这样来确定 但是这儿只给了运费 没有保险费怎么办 那保险费无法确定 我们就估算好了 就是货价加运费的千分之三 所以说关税完税价格就是 180加上20 然后去乘上1加上千分之三 这样就把保险费 境外段的那保险费也喊进来了 那有了关税完税价格 再拿它直接去乘上关税税率 题目给出来是这个20% 那关税完税价格乘20%就是关税 然后接着再去组价是吧 那个组价怎么组啊 组价就是关税完税价格 加上关税 如果有消费税 要把消费税也含上 但是3D打印机 当然没有消费税咯 那有了这个组价 用这个组价再去乘上13% 那就是进口的增值税是吧 并且我们强调 你在海关这儿交完这个增值税以后 这个增值税对于企业来说 是一个进向税的性质 所以它是要做进向税的 那这儿我们直接算出来 直接把那个增值税做进向 好了 我这儿空间比较小就不再写了 大家自己在查个稿纸上要注意 都得写完成 好 接着再看第九个 这构进了一批 展价 耗材等会展用品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税额是60万 好 那这一块的会展用品的进向 肯定是可以抵扣的 所以这个60能抵没问题 另外有部分构进业务 无法准确划分用途 该部分对应的进向税额有35万 那么注意 这个无法划分用途的进向 怎么办 能抵还是不能抵 注意咱们要分一分了 咱说大件混用都可抵 其他混用要划分是吧 好 那怎么划分 就是按照销售额的比重来分一分好了 那这个时候 这35万的划分 又需要我们从头来一遍了 需要咱们捋一下 这个前头的所有业务 把这个销售额给找出来 是吧 好 那这销售额 注意咱们有很多的规则 销售额首先 我们要的这个比例是什么样子的 它的分母 是全部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 销售额 然后分子呢 是减一期税和免税的销售额 那用分不清楚的进向 乘上这个比例算出来的 就是不得抵扣的进向 好 所以这个公式咱们先要知道 好 然后来具体分析 这里边全部销售额 这个分母 注意它是全部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销售额 那个不属于征税范围的 不要 好 你是圈外人是吧 你根本就不征税 那这个根本就不要 比如我们这说的银行存款利息呀 什么非宝贝理财产品收益呀 这些通通排除啊 它们不参与销售额的这个比例的确认 好 再有就是 那些什么减一期税的 免税的 一般期税的销售额 我要拿过来是吧 那拿过来的时候注意 咱要的都是不含税的金额 好吧 要的都是不含税金额 而且强调如果这个业务本身是属于 差额来集税的 那我们要用差额后的销售额 来参与计算 好 这些基本规则知道了之后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 看它们销售额到底是多少 好 首先 业务一的销售额 这个就是1130除上1.13 在这呢 由于我这个地方啊 空间比较小 所以就不多写了 在你自己练习的时候 淘稿纸上一定要专门 给它开辟一个区域啊 专门写每一个业务的销售额 好 这是1130除上1.13 这是第一个销售额 并且它是一般计税的 一般计税的 你可以不做标记 然后接着 业务二的销售额是多少 那就是50咯 是吧 50 同时你注意这是免税的 也就是说 它既放到咱们的分母 全部销售额里头 还要单独的拎出来 放到分子上头 好 因为它所对应的 那一块的镜像是不能抵扣的 外购用于免税 是不能抵扣镜像的 好 这是第二个业务 由于是免税的 所以它没有这个税 那50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 然后业务三 会展服务 那这个销售额也得要不含税的 就是159除上1.06 好 这个一般计税 然后接着第四个 第四个是办公楼出租 出租这个是简易计税 注意我们用的也是不含税金额 所以销售额也就是84除上1.05 但是这个是简易计税 那简易计税咱说了 它既放到分母上 又放到分子上 好 所以你要专门啊 在这个藏稿纸上 在这个84除1.05后头 写成个简 做一个标记 回头你好挑出来 给他们再单独的拎到分子上啊 是吧 然后这个业务五里 两个都是不征税的情形啊 所以他们不介入啊 他们不参与 另外第六个业务 它是一个简易计税 简易计税呢 它这是不含税销售额 就是5.15除上1.03了 同时它是啊 简易计税 咱们还要给它拎出来 放到分子上 再来看第七个 第七个业务的话 它是卖一个厂房啊 也是简易计税的 那这个销售额是多少呀 我们说了 如果是差额计税情况 那个销售额我们要差额后的啊 也就是用这个930减去300除上1.05 然后这个数啊 都是差额后的 而且是不含税的这么一个金额 好 并且它也是简易计税 所以既放分母上又放分子上 好 然后其他的就是购进业务 跟我们这就没有关系了 咱们只是规及一下销售额的比重 然后你在套公式 把这个分布清的这个35啊 去乘上我们刚才规及的那些 全部销售额里边 然后简易和 免税的销售额这个比重 那这样算出来是不得抵扣的 那能抵扣的呢 就是35减去这个不能抵扣的部分 剩下的就是能抵扣的 能抵扣的再加上我们能抵的这60万 这就是整体的进项 好 这是整体的允许抵扣的进项税 好 然后你再去给它汇总归纳一下 用销向减去进项 然后把这个什么进项转出的给减掉 然后有流体税额 把流体税额给减了 这就是一般计税方式下的税额 然后再把减易计税的税额给加上 然后有在外边预小的税块 咱们给它减了 最后算一下我们在机构这 到底应该交多少税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业务处理操作 那在这儿呢 我们不再一条条的再去重复一遍 再去计算一遍 大家客下自己动手去算 好 然后接着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文字描述的题目 说关于假公司增值税计税规则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什么 A说 向境外客户提供完全在境外消费的咨询服务 应该按6%的税率缴纳增值税 不是的 这个咨询服务咱是向境外客户提供 并且完全在境外消费 那就是服务的出口啊 出口服务 如果是列明的范围 它是零税率 又免又退 那如果不在列明范围之内呢 它是直免不退 所以这应该是享受免税政策 它不用交税啊 再有就是B 说购买金融机构发行的非宝本理财产品 取得的收益 应该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 这是错的 这块咱们是不用征税的 因为是非宝本的 只有那种固定收益 什么宝本收益的 才是按照金融服务 贷款服务来交税的 再有存款利息 不征收增值税 对的 存款不征 贷款不抵 咱要很熟 并且它是属于不征税的范围 也就是征税范围之外的是圈外人 所以也不介入我们那个销售额比重的划分那块 另外 进口货物保险费无法确定的 按照货价的3%来确认保险费的金额 计入关税完税价格 错了 保险费 咱是按照货价加运费的千分之三来确认计入 不是3% 也不是只按货价来算 一说 用于简易计税项目 免税项目 集体福利 或者个人消费的 购进货物 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不得抵扣金项税 这是对的 外购用于这些情形 我们认为它是没法产生销项的 所以对应的镜像是不得抵扣的 好 那这个题目说法正确的 那就是C和E这两个 好 至于计算 大家自己动手 认真的去做一做 尤其是关于销售额的规级这一块 一定要注意 我们要不含税的金额 而且最好后边标记一下 它是免税 还是简易计税 还是一般计税 还是什么 不征税 不征税的 不介入计算 然后其他的一般计税 简易计税和免税 通通的这些 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都放到分母里 然后分死 咱们要简易计税 和免税的销售额 那用这个比重算出来的 就是不得抵扣的镜像 然后剩下的就是能抵的镜像 好 最后再归级去进行汇总集散好了 好 这样我们就把增值税的内容 介绍完了 咱们说了 它的很多的重要考点 以及一些典型的例题 希望大家把这块 当作重点认真去复习 但凡遇上了任何一个问题 你现在还不清晰的 那马上回过头去去看一看 基础阶段 一定要从原理的角度入手 真正的把政策理解透彻了 在理解的基础上 再去进行记忆 这样效果是比较好的 好 那增值税的部分 我们就介绍到这 谢谢大家